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11月20日 今天在多伦多已经是半夜11点48分 明当休息了 但是看到一条非常好的消息 先读为快和大家一起分享 这篇报道告诉我们 美国最高法院 现在已经是做出一个决定 那么派出四名保守大法官 保守派的大法官 将负责摇摆州的案件的审理 现在这四个人已经 服从了这次的人事变动 那么这四个州 给大家讲一下 四个州是一个是密西根州 密西根州这个所在的第六 巡回法庭负责人 从自由派大法官 索托马约尔 这个把他换起来了 由川普提名的保守派大法官 卡瓦诺担任 这个是非常令人鼓舞的 我们平常不都讲吗 这个法律无情 人有情 这个川普不怕打官司 因为川普现在手里有证据 通过这个苏兰曼尼 这个 也就是 川普拼任的这些律师 目前这个拿到的证据 本人认为已经非常可靠了 特别是昨天他发布的中文版的 这个原先是委内瑞拉一个警卫提供的证据 那是非常详尽 我就不服输了 我看洋洋万言太长了 足够了 人证物证书证 主要是人证 已经有了 他讲的非常详细 而且比较中立可靠 还进行了宣誓 就不可能是假的 那肯定可以 有了证据 再加上这个有川普提名的保守派大法官 卡瓦诺 那肯定密西根州下一步就要尊重事实了 对不对 以前有些事讲不明白 不能得到公正 就是因为 这个民主党的这些选举官们 他们从从阻挠 所以说换个法官 非常有必要 了不起啊 好事 第二个是 威斯康星州所在的第七巡回法庭 大法官 也换了 从了卡瓦诺 换成今年的新晋大法官 巴雷特 这个更是川普 这个一手提拔的 前段时间我们曾经讲过啊 最了不起的女士巴特雷 那么宾夕法尼亚呢 宾夕法尼亚也进行了调整 调整的幅度不是太大啊 宾州所在的第三巡回法庭 由保守派大法官 叫 叫阿利托 阿利托 负责 为进行调整 这又没有调整啊 但是他就是保守派大法官了 那么 乔治亚州所在的第十一巡回法庭 由保守派大法官 汤马斯负责 为进行调整 像如果是保守派的就不需要调整了 对不对 调整了以后 肯定是有利于这个坚持原则 尊重事实嘛 那么 那么亚利托那州呢 内华达所在的第九巡回法庭 仍然由自由派大法官 卡根负责 为进行调整 只有这一个还是自由派的啊 他就分两个派嘛 自由派保守派 一般来讲 保守派比较倾向于这个 这个川普了啊 那美国这个 什么叫美国的上诉法庭 现在海外网站有一篇文章介绍了一下啊 又名美国联邦上诉法院 是美国联邦司法系统的上诉法院 联邦上诉法院主要裁定 来自于其联邦司法管辖区 对地方法院判决的上诉 说美国联邦上诉法院 经常被看作为美国司法系统中 最具影响力的法院之一 美国是五十个州啊 这个可以这样讲吗 也是幅员辽阔啊 地盘很大呀 首都华中顿特区 同其他境外领土 被划为13个审判区域 这是他的司法制度的一些具体的规定 划这么43个区域 设有13个巡回上诉法庭 其中呢 11个法庭 有数位命名 其中11个巡回法庭啊 由这个数位命名 那么其余两个法庭 法院啊 分别是哥伦比亚特区 巡回上诉法庭 法院和美国联邦 巡回区上诉法院 我对美国的这个法律 一知半解啊 看到这个文字 大概就是意思 除了这13个 按照数字来排列之外 还有两个 一个是哥伦比亚特区 巡回上诉法庭 一个是美国的联邦巡回区 巡回区上诉法庭 因为他是依法治国 民主法治的国家 所以法律特别重要 也很繁琐呀 这个要想学 学这些法律这些东西 那是不是一天两天的 那本人绝对是外行啊 这个 经过这一次的 看到这个有关这个 美国总统川普啊 批任的律师 这个起诉啊 这个官司 也是一个学习过程 这个才知道 这个总统的权利 在这个美国 那就是 这个没有办法和 就习近平相比啊 这总统 全就是为 全心全意 为人民群众服务的 制约他权利的 这个因素 太多太多了 多亏就是 最后还可以起诉到最高 联邦最高法院啊 所以说 这还是有个活动空间呢 我看 这个希望是非常的 希望是越来越大呀 逆转的希望越来越大 他说呢 随着这个大选舞弊的 这个行为不断的被曝光啊 川普和其法律团队 正在几乎所有的州 发起法律战 这次你想 这个法律战 筹集的资金六千万美金啊 听说这个 每一个大律师 这个每天 按照小时来算啊 那个 那个律师费是很贵的 这了不起啊 这个说是 他们将寻求什么呢 寻求 选举的公平 公正 公开 说是目前情况看呢 一些官司进行 确实是很不顺利 有的州已经给博会了 有的州地方保护 也主意非常厉害 因为很多民主党在那经营了 这个很久了 方方面面都有自己的关系 也不是我们想象所有的法院 法官都是秉公办事 有的估计也可能像中国的这个法院 那些公监法 在政法委领导下 那些法官啊 可能见钱眼开啊 睁着眼在那 胡说的 叫 那叫糊涂法官啊 估计也是大有人在 否则的话 不会就官司 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啊 好在还有最后这么 以不起啊 有个底线啊 所以是有分析指出 这次四名保守大法官 负责摇摆州的相关的巡回法庭 对川普阵营来说 无疑是个好消息 的确 这几个摇摆州 也就是战队方面 这个显然比较摇摆啊 这个川普有可能赢 那么拜登也可能赢 但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这个拜登 为首的民主党在这次选举当中 作弊的问题太多了 我通过仔细看那个 今天那个 这个 维内瑞拉这位警卫 这个总统的警卫啊 提供这个非常长的 这个证词啊 可以看出 不是一般的作弊 很可能是一个 背后有人操控了 规模很大的 序幕已久的 这样的一种偷走了 美国人的选票的一个 利用现代化 够科技手段啊 在 甚至在海外 遥控啊 运作 背后的资金 那么 根据这个 这个警卫的证识下呢 有可能 来自于就是 北内瑞拉啊 这个巴掌是来的 有可能有这个古巴的样子 那么其中的软件系统 也有可能有中国的样子 中国就自己给 为内瑞拉 为内瑞拉 干这个事 这个事 目前还是 这个未定啊 由法院来判 那么 根据我看的资料 我是充满信心啊 那么 川普团队的律师啊 西德尼鲍威尔 那么 周十月二日 表示 在未来两周内 他的团队将能够在法庭上证明 有关选举舞弊的所有之后 因为目前获得大量证据 已经绰绰有余啊 的确是这样 本人呢 仔细的看了 它是中文版吗 我仔细的看一下 我又看一下英文版啊 我英文读 就没有任何问题 就是口语不行 我看 又对照这个中文呢 仔细看了一下 我觉得 这个 这一次这个 这个 维内瑞拉这个警卫啊 这个证词太好了 一定要有人证啊 这个 大活人 比任何 任何东西都好 而且是个第三者的证据 他个人没有利益在里面 而且他宣示了 没有任何的什么 金钱交往啊 没有 派系也都没有 很政治的一个人 这就好 还有其他的一些证据啊 也包括什么呢 被查扣的那 这个选举机 是吧 那是活人家世的罪证了 那么还有一些这个 各个阶层的老百姓的证识 这一次舞弊的情况非常复杂 但是有意不应证识 我认为属于这种就是误判 就是点票的过程当中的错误 不是有意义的 那就是忽略不计了 主要就是有意义的这些作弊 所以犯法犯罪 而且在海外遥控这个本身来讲 这个来自于委内瑞拉 那就等于说外国干涉了 干预美国的选举 那这是可以视为一种战争行为啊 这个将来引起了后果 就是极其这个麻烦的 那么这一次这个消息啊 由这个这个最高法啊 今天忽然间公务了 因为什么他们认为 大选到了今天为止 围绕着涉及大选过程中的 舞弊行为 各种这个传言啊 这个网络的消息 也凌人眼花缭乱 特别是在这几个 关键的摇摆轴啊 双方僵持不下 来来回回耽误了很多时间 所以现在这个交接权力啊 即将还剩了几十天了 时不我待 所以最高法是 10月20号啊 突然间就是人数变动了 宣布将四名保守派大法官 保守派大法官 分配到了四个腰白州所在的巡回法庭 那什么意思叫做法律来解决了 既然你们争吵不休啊 没有一个结论 不能再等待了 等待下去 所有国家会有一个交接权力的过程当中啊 突发事件产生啊 可能将来就非常的麻烦 不可预见的因素非常多啊 你何况现在还有大国竞争啊 中国现在在那边这个观察 俄罗斯也在蠢蠢欲动啊 你想 这是千亿发尔连全身的啊 这个 这个洗全身的这样一个大事啊 所以说全世界的媒体都在这个 睁大了眼睛看美国 能不能保留这个政治制度 民主法治制度啊 这个如果真是这个 这次被这个造假行为 偷走了选票 颠覆了美国 那人类将掉进万劫不复的深渊了 这可是一个大事 不仅仅是一个川普要上 拜登要下的问题 我认为不是那么简单的 所以正因为这样才站住 主动站住一些建议勇位的人 就包括我刚才讲的 委内瑞拉一个总统的这个警卫啊 他详细叙述了以前 今天这个这个报道当中也提到时间 我估计在两周内吧 这个事情很可能就会有一个最终的结局啊 但愿美国总统川普获得连任啊 这个但愿这个我们的梦想啊 能够就是说如愿啊 那么今天的海外旗探节目就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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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